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盤後的股市同學會 今天還有好坑的買給朋友粉絲 我希望大家不管投資朋友還是粉絲 你有看到節目的 記得趕快來拿這份報告 我們解碼4月份的行情 不管是大盤到底該怎麼看 還是有哪些個股會標出來 都在這份報告裡面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趕快撥打我們的電話 02-775-1500來鎖取 或是填表單都可以 但是不管怎麼樣 一定要記得鎖取 因為我們這現實鎖取 我跟你說過 我們的這個助力沒有那麼多時間 一直在服務這個事情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你有看到的就是你的福氣 趕快撥電話或是填表單就對了 好那我們今天要講個非常神奇的一個事情 什麼樣神奇的事情 怎麼會這麼厲害對不對 鴻海我知道怎麼跟你說 很少人跟你講鴻海什麼地方該怎麼樣 要注意的 大部分跟你講說鴻海會漲 鴻海該買 那到底鴻海什麼地方會休息呢 沒人說 好像鴻海跟你講而已對不對 我懂怎麼跟你講的 我昨天跟你講的非常的明白加清楚 我說短壓區是155塊到158 我說如果你有空手的 記得不要去追 什麼時候才能追 所以要他去站上158之後 你才能夠去追 有沒有 代表他確定已經突破了一個關鍵點 他才會繼續的再往上漲 昨天我跟投資朋友講的時候 你也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要去突破158才去追 為什麼現在不要買 結果咧 我們再三次跟你交代要去 突破158才能去追 否則的話你要等他拉回來之後 你再買就可以了 有沒有 導遊朋友啊 像我跟你講的時候 你也覺得很奇怪 怎麼這樣 結果咧 今天最高多少 開盤沒多久 157.5 讓你看到 就差那個0.5 有沒有 就到158 不過真不好意思 這個而且我幫你講說 這個是操盤手他們會去做的事情 因為曾鴻以前做過操盤手 所以我把這個操盤手真正的一個規劃 怎麼樣去應付這些所謂的標股 什麼時候該追什麼時候不該追 我昨天跟你講的一清二楚 我不知道你有聽下去嗎 他說你開門又用 這我就不知道 反正我都該講的都講給你聽了 都分享給你知道了 如果你把曾鴻的話聽進去 你今天不會去追鴻海 沒錯吧 因為今天158點過都沒過啊 直到157點我就往下走了 所以投資朋友這樣掉了是不對 你自己想看看 真的有實力的才能跟你講這些事情 否則大家就跟你話說鴻海鴻海鴻海 鴻海到底當時會休息 到底可以買嗎 沒人說 有聽不 沒人跟你講吧 只有鴻海鴻跟你講啦 有實力的才有辦法跟你講得那麼清楚啦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啊 你要隨時天天收看我的節目 你才能學到很多的東西啊 對不對 包含像這個大盤 我一直跟投資朋友講過了 不要再看啊 趕快把你那些持股 不會動的被套牢的有沒有 趕快把它活絡起來 怎麼樣活絡起來 很簡單嘛 太弱 換牆 四個字 我今天不去打太弱換牆 應該會打掉 給你稍微提醒一下 很簡單嘛 重點在這裡嘛 太弱大家都知道 你手上常常被套牢的對不對 套著迷迷帽 那種的股票 你知道那個叫弱勢股嗎 要把它淘汰掉 可是換牆呢 你要換什麼樣強的股票 你還不知道對不對 所以啊 導遊朋友來 不用擔心 今天我就送你這個禮物 什麼禮物 很簡單啊 我們的解碼四月行情的這個關鍵研究報告 很多人講說這個端午節會變盤 到底會不會變盤 那到底該怎麼看 我會在我們這個大盤裡面啊 也會寫出來未來四月份的行情 包含個股的部分 我也跟你講 哪些個股你可以去注意 它有機會成為一個強棒股 我相信投資朋友 這個報告對你來講非常的重要 否則你有預投到要你看 對不對 我告訴你 盤你看 震盪十天你就看十天 你的股票不會漲 你還是繼續看 震盪六天你還是繼續看 總共震盪的十六天 超過半個多月了 你要看多久 真的嗎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趕快來拿這份報告 播打我們的電話 027721500 或是填寫我們的表單都可以 那當然啊 如果你是禮拜五 下午六點 六點半以後 你才看到的話 這樣抱歉 你就只好填表單了 可是記得 我們是現實的 有限時間的 不是說你來拿隨時來拿 哪時候結束我不知道 搞不好禮拜一禮拜二 搞不好禮拜一就結束掉了 所以你要拿的趕快來拿 好 投資朋友再來 我們來看這之前 我跟你講的 東洋 有沒有 我說一張賺兩萬 這麼賣人 對不對 10張20萬 今天跟你說的更厲害 一張賺兩萬六千塊 一張賺三萬幾塊 有名字嗎 等下看就知道了 好 你看男子店 男子店我說過 長不動就先走了 在那海來海去 很辛苦 對嗎 先來走 沒關係 有錢這麼要緊 再來要月 當初我每次賺了多少 15% 我說我出了後面還有更高 但是呢 出的安全 後面更高 就一路往下滑 沒錯吧 投資朋友 好 結果長榮我們也出掉了 今天尾盤擊殺 你看到嗎 我跟你說過 我跟你講 你後面還有最後面的高點 你可以跑 比我高的點可以跑 絕對有得跑的 這兩三天 你都有得跑到176 要不然就179 有嗎 你有賺到嗎 有啊 絕對有賺到的 就算你買在165 你買在170 你都有機會賺錢 那只是說 你賺多賺少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你有跑嗎 這我不知道 因為那是你自己要決定的事情 我已經把所有答案都告訴你了 當初我一直哭口 沒想跟你講 150塊錢買長榮 178塊錢買長榮 過年前要報股過年錢買長榮 有沒有 那時候最熟 你都不敢買 來到170幾 拉回來你才敢買 從194跌到剩下破170 你才想拉回找買點 可是正宏卻要幹嘛 卻要出了 所以我跟投資朋友講 其實操作就很簡單 你就跟著正宏的腳步 其他的你不用再想 不用再想那麼多 你對正宏做就對了 真的嗎 你連看我的節目都可以賺錢 投資朋友不是嗎 你看這長榮 有沒有 我還記得有個Lite8 這個投資朋友來問我 跟我交代說 我出的時候要跟大家講 有啊 節目都講了對不對 我還特地發個圖卡 給那位投資朋友 所以投資朋友 你出的價位都比我高 可是你的成本沒比我低 對不對 所以你賺的比我少 好 再來呢 世界有沒有 我也是一樣啊 公開告知 有沒有 真的嗎 你沒有買的比我低啦 但是你出的跟我價位差不多啦 對不對 我賣85.7嘛 你今天賣的價位也應該比我高啊 可是我們的這些資金跑去哪邊 投資朋友我說過啊 賺到這些錢之後 我把資金再轉出去嘛 你看買這些強棒股 昨天我不是跟你講 亞翔 有嗎 多少買 214嘛 你要敢買啊 敢去買那些強勢股啊 咬手嗎 不敢 為什麼不敢 拜託那個企業館啊 你還賺 對 對不對 你如果看到那個亞翔 的企業館 你一定說這句話啦 夭壽的 這已經企業館啊 而且呢 創新高啊 那你還賺賺 投資朋友我跟你講過了嘛 只要他去突破那個關鍵點 你買就不用怕 對不對 就跟紅海一樣嘛 除非他158能夠去突破嘛 啊如果不能突破咧 你就要等啊 那亞翔他有突破關鍵點啊 所以我們就去買嘛 所以投資朋友你自己想想看 為什麼會漲 昨天收盤226喔 你以為說 啊那不漲了啦 已經創新高啊對不對 是要怎麼還會漲 創什麼新高 創歷史新高啊 開玩笑 啊那去買了 被套在最高點怎麼辦 真不好意思 今天又去 開盤又把你漲了喔 好 你嚇到要死 對不對 你如果有看我的節目去買 你會怕死啊 我告訴你 結果咧 咚咚咚咚咚咚咚 又開始拉了 又拉上去了 收盤多少 240.5 再創新高 有沒有 真的嗎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只要關鍵點一突破 你去買你就不用怕 你看喔 我昨天跟你講214對不對 我說我們買的 今天最低多少 216.5 有看到嗎 敢買的跟我們的會員成本價差不多嘛 問題你又不敢買啊 看下去你又怕死啊 你怎麼可能去買 所以如果你是我的會員 對不對 如果你是我的新會員 啊 台路來 要怎麼辦 台路來快買啊 這簡單而已嘛 那是不是很賺 所以投資朋友啊 操作沒有那麼困難啊 困難的是因為 你不知道該怎麼買 啊沒關係啊 跟著正宏來做嘛 我就跟你講過了嘛 波達我們的專線嘛 0277251500嘛 當你成為我的家族成員 所有的問號 都變成金灘號 什麼金灘號 賺錢的金灘號啦 真的嗎 你看這個廣大也是一樣啊 我多少 3月22號 我就先佈局了 只要你新會員有進來的 絕對都買五湯買的啦 對不對 他們晃來晃去嘛 都在多少 260那邊晃 晃多久 晃了好幾天了啦 三四天了啦 投資朋友 所以你看 我當初在買的時候 到昨天 3月28號 才衝上去 沒錯吧 所以是不是有很多時間可以買 問題你不敢買啊 為什麼你不敢買 你不知道他會去嘛 真的嗎 而且282塊前面的高點 就在說 我昨天怎麼跟你講 我說那282啊 一定會過的啦 今天呢 今天你看張手牌是280 對不對 今天過了之後還給你洗盤 有看到嗎 衝起 大家想說 這個 解套賣的快走 快走 很多人買在282就嚇到要死 對不對 難得解套賺錢 已經等很久了嘛 我知道嘛 結果呢 東東東東東 下來的時候 還以為自己賣對了 結果呢 收盤又在293.5 一張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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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朋友 260買的 今天收盤 293.5 一張賺 3萬3千多塊 10張賺 10張賺 不是30幾萬嗎 你看我的雅翔 有沒有 214 收盤240.5 一張賺 2萬6千5百塊 10張賺 2千6萬 真的嗎 這兩支公表就好了 投資朋友 你的割台下 不是賺到888嗎 而且我買沒出 還會再漲 所以我跟投資朋友講 廣達 我跟你講 AI三千克 什麼偽創 什麼技嘉 你不用去看 你看這支就對了 看他就對了 買他就對了 你可以看 我現在跟你預告 之前我跟你講 那個長榮有沒有 一直跟你講 148廣塊買 一直跟你講 152你趕快買 有沒有 現在 我們長榮已經出了嘛 對不對 貨利出場了 我現在跟你講 他會複製之前的長榮 一路金金漲 再跟你講一次 這是你的機會 以後2382的廣達 他會複製以前的長榮 一路金金漲 這樣你買 還是不要買 你自己決定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當然除了這個廣達 除了亞翔之外 我們還有其他股票都在鎖定 那到底是哪些股票呢 投資朋友 來 這份報告 解碼四月的行情 我不但跟你講大盤 未來到底該怎麼看 我還會跟你講 哪些股票 他會成為強棒股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記得 一定要撥打我們的電話 02-7725-1500 趕快來索取 看到影片就趕快來拿了 我說過了 搞不好禮拜一就最後一天了 我們就不再送了 因為我們的助理沒有那麼多時間 一直在做這些事情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趕快來拿 不用錢 不要再問了 不用錢 不用錢 第一點 你如果看到節目 趕快電話進來就對了 趕快來拿 如果你已經超過禮拜五的 這個下午六點半 你才看到節目 沒有關係 你就填表單 我們禮拜一會有什麼 專屬的服務人員 來幫你來做這個服務 好那我們今天的節目 就跟你分享到這邊 不用錢 快來拿這份報告 好那我們下個禮拜一見 這個 訂閱理財周刊頻道 我也很喜歡這個欸 太有Sense了吧 掰掰掰掰